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科创版这么热的时候 谁还要在台湾挂牌呢 同时 中国大陆当然有一个 所谓中国纳斯达克梦 他们希望科创版能够成为路版的纳斯达克 真的有可能吗 真的有可能在中国 富裕出一个路版的FB 路版的亚马逊 路版的Google吗 我们今天要来做讨论 好 这个阶段加入讨论的来宾是 邀请到方向专家田大全 大家好 要来谈谈余美人那栋房子 最近成交了 赔钱 好 也邀请到盛通国际盛通科技陈厚瑜 是 大家好 好 厚瑜要来告诉我们 现在一种新科技 很多科技大厂现在在用什么样的新科技呢 保密防跌 怎么保密防跌 等会再来告诉你 不过在这个时候 还是要特别提醒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请你把你的手机拿起来 我们在画面上的左下角有个QR Code 用你的手机扫描我们的QR Code 你就可以直接订阅这不是新闻 在YouTube上订阅这部新闻是完全免费 而且请你务必一定要打开小铃铛 现在就赶快扫描 好 我们节目一开始要来谈谈的是 大陆科创版在今天开罗了 催生了路版脸书 吗 这应该是个问号 从无到有只花259天 这个速度之快啊 不得了 而且在今天真的是 叮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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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没有叮咚啦 应该是 因为他们其实没有涨跌幅啦 对 但是他们就是每一党都红通通的 对 那科创版就是科技创业版 那为什么会259天就马上开罗 是因应中美贸易战争 要让很多的公司 能够有集资上市的机会 也就是那些准备要去美国挂牌的 对 习近平说回来吧 对 回来我们中国挂牌吧 对 所以今天9点半开盘到10点钟 30分钟就成交了200亿人民币 1000亿的人民币 而且其中有一家叫安吉的 半个小时涨了291% 收盘涨404% 你看多厉害 但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也有8家在盘中临时触到 跌停板的位置 因为毕竟是科技 因为毕竟是创新 他代表说他的营收 他的盈余 是没有达到A股的水准 我就让你来这边做一个集资的动作 那今天也创造了124位的亿万富翁 好亿万富翁 在中国科创版在今天 哇 产生了124位 我们来看一下红彤彤的科创版 可能观众朋友你会说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吗 当然有啊 其实很多的台商 现在也摩拳擦掌准备要到科创版去挂牌 另外科创版因为它享有 比较高的本益比 所以很多现在在台股的公司 就在想 那我们要不要考虑去科创版挂牌 因为据说它的条件是比较松的 它有一点像台湾的新贵 那台湾的新贵又不像科创版 因为台湾新贵是一个 上贵之前的前置的一个市场 有一点像台湾的升级股 就是说比如说以前浩顶 浩顶你根本就撩到一块底 可以涨到六百多块 那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来看今天这是第一天 第一天平均涨幅一百四十一趴 这有点厉害的 你刚才说买到就贪到 买到就中肉头 你如果买到安极的四百趴 那是收盘盘中曾经涨到五倍 对 就用收盘来讲 因为你搞不好第一天你没有卖 你还想说还会继续上涨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涨幅 都是非常的大 晶圆 我们先来看安极好了 这家公司在今天大涨 收盘涨了百分之四百 那我们就不用看K线 今天没有K线 今天就是今天这个 挂牌从39块 然后马上 你看就拉到差不多150块 最高你看到多少 那时候156.8 这时候我们一开盘 然后到最高的时候 已经到了差不多250了 将近247点多 最高到247 对 那涨了五倍 39块等于250 涨了五倍 最高涨五倍 收盘涨404% 就是安极 这也就是科创版 他迷人疯狂的地方 除了迷人疯狂之外 他产生了所谓的吸金效应 对 我们来看有党各国 他同时在科创版挂牌 也在香港挂牌 是 结果命运大不同 在科创版大涨 但是在香港下跌 对 我们来看这家公司叫做 中国通号 好 中国通号 中国通号 这是在科创版 开盘 对 他是今天 所有里面最吸金的 在前半个小时 我们刚刚讲 不是成交200亿的人民币吗 他一家就占了38亿 他是所有的吸金王 但是他今天在上海 在这个香港不好 表现不好 是因为香港最近 每个礼拜六 每个礼拜天 都在上街头 所以今天香港的股市不好 是因为整个被拖累下来 但是今天 好 来 这个是香港 我们来看香港 这是 中国通号 在香港挂牌 对 今天是下跌了 11个百分点 跌蛮深 对 这是用港币计算的一个价钱 好 他在香港跌了11% 但是他在中国大陆却吸金王 对 他是一个吸金王 大涨了109% 对 所以这个真的是命运大不同 不一样的市场 就产生不一样的命运 不一样的爸爸妈妈 就产生不一样的小孩 好 刚刚也谈到 产生了124位亿万富豪 对 这家公司叫做华欣元 华欣元 他的老板 因为今天一挂牌 他的身价马上飙到人民币 165亿身价 165亿等于将近 以台湾来讲差不多800亿了 收盘市场 1.28倍 对 那盘中也是一度往上冲高 所以 哇这个真的是就像很多的股民说 如果我可以买到的话 就好像中乐透 对 但是他的风险是不是也相对比较高 当然 他现在平均的本益比是53倍 那你知道A股的平均本益比是13倍 那生菌的平均本益比是23倍 所以他的本益比本来就是比较高的 所以他是一个梦 他那个梦可以做得很大很大的梦 所以为什么他说未来要像 美国拿到达克一样 要有脸书 要有Google 要有亚马逊 他也是在做梦 那既然大家都做梦的话 梦醒时间还早吗 我们知道足梦踏实 然后再来有梦最美 再来梦醒时刻 到最后花凋零 梦遗言 只留荒华在人间 不过那是以后的事情 但是现在是在做梦时刻 我们最担心的应该是 对台股产生的磁吸效应 对 有可能钱被他吸走了 是 包括公司被他吸走了 对 我们来看喔 在大陆他现在因为有这个 首位的一个科创版 所以他就有一个科创走廊 科创走廊是以上海为中心 那有北跟有南有两条走廊 我们来看 上海在这边 第一条走廊 是从苏州 湖州 宜城 五湖到台肥 那第二条走廊 是从上海到嘉兴 杭州到金华 这九个城市里面 他未来的科创版的重镇 我们来讲这个苏州就好 苏州是台湾目前来讲 在所有长三角里面 算是厂商蛮多的 在差不多十五年前 在这边的厂商 七成都赚钱 到去年为止 赚钱的剩下三成而已 那现在问题出现了 比如说我们有一家叫做广运 那广运在这一家 他本来拿到110英亩的一个土地了 因为他是一个工厂自动化的公司 但这一次呢 他会觉得说 你不是什么自动化 你也不是青创 对 你也不是什么科技 所以后来就给他110英亩 就剩下30英亩给他 你就开一个研发中心就好 其他土地还我 所以他被排挤到 对 被排挤到了 就说很多的台商 你如果是高污染的 就离开这个城市 因为你已经没有资格在这边 是属于一个科技青创 我这个区域的未来的公司 都是科技 都是青创 所以根据目前 还有89家申请的 未来他要募资890亿 平均每一家是10亿人民币 所以未来的一个公司来讲 你一定要有跟科技站到边 所以台商你如果没有 跟科技站到边的话 那不好意思 请你马上离开 那我们台商呢 会挂牌的据说 下一波可能会有的是核建 那核建已经通过 只是在第一波他没有赶上 就在第一次的审查里面 他是所有台商里面 唯一一家通过 那观众朋友们 我们来想想看 核建如果可以在科创板挂牌 那对联电 照理说不是应该是利多吗 但反而就像我们刚所说的 产生了资金的排挤效应 我们来看到 在今天科创板的新闻一出来之后 联电反倒是下跌了 对 联电跟核建中间 其实有点暧昧 就是说联电 他有一阵子 等下承认的时候 核建是他的 转投資的子公司 有一阵子又不敢承认 后来因为联电的朝鑫城 他变成新加坡的公民以后 他大胆的承认 那这个中间 其实大家对核建 未来的挂牌 并没有给予太多的想像空间 不过联电在这一波 他算是蛮强势的 我们来看 他在整个 那因为其实现在台积电 他上次是受到了一些无妄之灾 很多人就想说 你台积电无妄之灾 可能联电会扣到肉压 但是有扣到没扣到 不知道 但是其实他的股价也差不多这样而已 当所有报纸都在讲说 他很厉害的时候 你就要小心了 好 那广运是不是也来看一下 因为刚刚你谈到 那我们来看有一个影片 广运他就帮统一超商 他是做所有自动化的一个生产设计 对 完全就是 生产设备的 对 那我们来看 他也是在这个季线 月线在这边沉沉服务 不过他的成长空间 坦白讲是比较有限的 因为该有都有的 那未来只是一些维修的 那如果说新厂的话 比如说我现在要做 很大的工厂 那可能就是我拿到这个订单 那订单可能一年两年 那完工入账 那如果说以后的话 就是你要靠我来帮你维修 所以他这是一个比较稳定的 没有太多想像空间的一个公司 好 可以留意 到底中国的科创版呢 到底未来对台股也好 对厂商也好 会产生什么样的磁吸效应 不过我们还是要回来谈 日韩贸易战 因为日韩贸易战 达到了这个核心 现在美国出面了 派谁出面呢 派波顿出面了 所以很多人说 美国准备要来做公亲 其实这一次的运作非常奇怪 奇怪 因为日本对韩国的制裁 已经严重到韩国使出什么 美韩情报同盟书 也就是这头名状 我当初为了抵御北韩 我跟你情报完全同盟 现在我要求你美国 要替我出来解决国安问题 所以美方才被迫派了 国安顾问波顿 请注意不是商务部的人 是国安顾问超鷹派 将波顿出来 因为他是用美韩情报同盟 来要求美国介入 好我们来看到 这个讯息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波顿 波顿在美国应该算是鷹派的 非常鷹派 他希望赶快跟一郎打起来 准备要去日本韩国调解贸易紧张 调解贸易紧张不是派商务部长 竟然是派国家安全顾问 对 我们刚刚讲 请各位注意 当你动用到美韩情报同盟书的时候 就等于是头名状 乱我兄弟者必杀之 你现在日本来跟我乱这个东西 你要出来 可是问题是日美也有安保条约 那双方为什么会派一个超音派出来 本身是很夸张一件事情 你看到画面上这一个 胡子老头 他就是John Bolton John Bolton在所有美方的外交政策里面 川普上海之后很多人讲说 我们现在是活在波顿的外交世界 不是川普的外交世界 因为川普百分之百听波顿 对于国际情势的看法 所以他宁愿用军事冲突 也不喜欢用外交手段 甚至很多人讲说 为什么这一次美台关系会这么好 因为波顿绝对把中方当作敌人 所以任何可以协助美方 对抗中方的国家 都是波顿的好朋友 所以这一次让人家不能理解是 你派一个超级鹰派去调和顶耐 要让双方握手言和 这到底是好心还是坏心 还是因为南韩举的是投名状 所以你就只能派这个鹰派的国安顾问来 真的让人非常难以理解 但南韩这一次的确是到了一个 决体决命的危机 南韩这一次为什么会找上美国 希望美国能够插手介入呢 因为在之前大帝还记得 南韩之前为了日韩贸易战 曾经派人到日本去开 是 他们说这叫谈判 这是韩国的说法 日本说这叫说明 所以那一场仓库谈判会 让南韩觉得备受羞辱 观众朋友如果还记得那个画面 在仓库里头 在墙上贴了一张纸叫做说明会 说明会有什么概念呢 就是日本告诉你说 我不是要跟你说的 我没什么好谈的 我只是跟你说明 就是这样子 我告知你而已 所以呢 对日本而言呢 那是一个说明会 但韩国穿着西装笔挺去 要跟人家谈判 人家根本不鸟他 那一次他们觉得备受羞辱 备受羞辱之后呢 就觉得不行 这事情很大条 就找了美国告状 找了WTO告状 那么现在整个双方 已经有机会在波顿的调停之下 达成协议了吗 这是一个问号 但三星不能等 我不可能等你们两个敲后 你基本上已经热锅上的蚂蚁了 我这样讲 三星跟海力士 自从这个制裁一出来之后 状况会逐渐恶化 就未来连那个白名单都不算的时候 第一个海力士特别到日本 找所有供应链的日方高层谈说 怎么办 有没有替代方案 然后三星也遇到一个状况 三星直接讲说 我跟海力士如果都受到制裁的话 华为会倒霉 也就是整个 华为会倒 华为的Nainflash 里面应该这样讲 三星跟海力士 大概各自有40%跟30%的 Nainflash的记忆体 是在中国制造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今天它上游制造原料断了 它在中国这加起来 各自40% 30%的 没办法生产 生产不出来 华为也买不到 现在制裁还没结束的时候 华为就会被这一波又一波的 互相斗争搞到 没有办法生产它的最基本的手机 所以这一波下来 可能华为也会受到牵连 所以南韩这一次 已经陷入了一个 同仇敌忌的局面 日方甚至有媒体讲说 他们说你没有什么了不起 白天口头抗争 晚上喝阿萨比鲁 在庆祝 日本根本还要去刺激他们 他们嘴就是比较那个一点 所以在那样状况之下 南韩有人直接出来受罚 他说不对 这一次不是了 我们一定跟你打到底 打到底什么程度 他们有这个重要的节日里面 阿萨比鲁原来在里面 占十分之一订单 对 朝日啤酒 他原来在整个庆典里面 占十分之一订单 直接不给 直接对方就说 对不起我们不下订了 而且更夸张的是 蜘蛛人现在在南韩也被抵制 为什么 因为他们说 这个背后是Sony Picture Sony Entertainment 是日方到美方成立的公司 所以我蜘蛛人我也不看 背后日方会赚到钱 我绝对不接受 连电影都抵制 所以他们这次讲 你不要小看我 我这一次韩国 我们绝对会团结 跟日方抵制到底 连之前讲的这个 TWICE里面的成员 甚至包含了任何 跟日方娱乐相关的东西 现在韩国网路上下 全部团结一心 抵制到底 到底日韩之间的冲突 如果会坚持到什么程度 我们现在只能坐着看 好 这次日韩贸易战 除了韩国大厂 像三星 海力士 以及乐镜 LG 会受伤惨重之外 刚刚也看到 华为也会被扫到 除了华为被扫到之外 苹果 Google 亚马逊 也有可能受难 所以你从来没有看过 这四大公司 苹果 亚马逊 Google 微软 这四家公司的高阶主管 一起跑到三星去开会 只有在日韩贸易战的此时此刻 好 帮我们回来看台北股市 其次带我们来看 这个礼拜的重量级的讯息 当然就是 鸿海的除全息 以及台积电外资在 法说之后不断的调高平等 好 这个礼拜 又是除全息的重头大戏 那151档股票要除全息 指数就增花了60点 但这个礼拜 为什么比较特别呢 我们知道上市公司股东最多的是他 礼拜四中刚 有百万人 除了一块钱 那股东人数第二多的是鸿海 也在同一天 在同一天 除了4块 那当然这个 对这个大盘的影响的话 肯定是鸿海 不过我们直接看一下 鸿海在过去两年的除息 都没填 都没填 对 以去年来讲的话 除息2块而已 不过那时候股价除息 大概85块 现在是回到了80 所以没有填息 但这一次的话 因为过去有一段时间 都在七八十块 所以除了这一次除了4块以后 应该会部分的填息 理由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说 郭董他过去8个月 已经买进鸿海的股票 买了4万张 8个月买4万张 钱都一直落下来 所以这一次的话 大家比较有信心 这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鸿海去年 他是减资的两成 所以半年报 上半年的财报 应该EPS会高一点 因为你资本的下降了 所以EPS会提高 再过来很关键的 他已经预告 转投资70%的富士康 去年亏损了120亿 那今年上半年 他们说亏损 可能会减到了20亿 所以呢 鸿海的财报 是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个股价 盘在这个地方 虽然盘在这个地方 但是我们留意一下 因为这个礼拜 要出全息了 外资开始 出现了小幅度的买超 在今天 但是郭董现在人在度假 继续 人在度假 还是发了最强外挂文 持续上线 最强外挂文 谈到了日韩贸易战 我们刚才日韩贸易战 他还蛮惯心 好 他说日韩贸易战 他讲了几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是科技 经济外交及相关 他说韩国半导体 全球供应链的要角 供应链危机严重影响到 韩国GDP 近一波影响全世界 也就是我们之前所担心的 半导体会出现全球断链危机 另外他说技术靠研发 命运靠自己 日韩纷争台路相对是利多的 台湾不容易获得此波原物料的订单 但如果我们来去争取 半导体原物料的一席之地 还是有机会的 台湾半导体的地位更行重要 好 第三个重点是 他认为应该签多方贸易协定 可不容缓 所以这是郭董在度假的时候 还发了所谓的最强外挂文 我觉得比他特别是这样 他已经不选 好像不选举 但是还是很关心 你看 签多方贸易协定 这个是总统的高度 所以他还是很关心 好 那我们回来看 那到底我们要不要参加鸿海的出权呢 因为机前都没有填 对啊 但是今年我觉得 应该是会部分的填洗 但是要等9月份 今年iPhone的新机 销售的状况怎么样 销售不错的话 我觉得他应该最后会会填洗的 那如果要等9月份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等啊 不是 这个价位是便宜的 所以参加这个除袭 应该是OK 但是时间可能会稍微的拉长 那没有办法像台积电 那么细计化 好 我来看一下台积电 台积电 没有参加除权 真是恶玩 因为他竟然用 非常快的速度就填了 对啊 现在是264 已经要回到了这个波段的最高270 那个价位也是这个 非常高的一个价位 那台积电的话说 大家找到了这个悬股的密码 他说 今年这个整个金盐代工或者半导体 成长力是互的 但是台积电本身是成长的 所以呢 很多的这个外资把目标价提高 那梁现在又调高了 这个325 花旗314 所以我们有陆陆续续看到 越来越多的外资 把台积电调到三字头了 对 那他有讲了一个重点 他是靠什么 他靠两个部分 今年业绩还可以成长 第一个是5G 第二个是高速运算HPC 我们直接看一下 今天台北股市在反映 法硕会的台积电名牌 你可以看 台积电名牌 对 高速运算就是旗下的创意 今天叮咚 涨停 5G的话 基地台的置意叮咚 涨停 然后文帽是PA 涨停 然后同伯基板 以前我们都讲过 联帽涨停 这些统统是涨停 但是他有讲一个是不好的 智慧型手机 智慧型手机 所以你去看 比如说今天像3406的郁金光 那个手机的镜头 专门做手机的 对 而且他也即将除息 今天是跌的 出现了一个大跌 今天股价有大跌 所以台积电的业绩 其实所穿的就是5G HPC 但是台积电 你知道一年 它营业的秘密有多少 8800项 大部分是员工 在工作里面的专利 花名或者技术的改良 但是这8000多项的秘密 怎么样做到保密黄碟 怎么做到 第一个 你离职的员工 半年之内 你的电子邮件全部都扫描 你有没有把机密透过电子邮件出去 第二个更厉害 很多机密的厂房 你要隐蔭东西 他用一个金属的纸张 假如你把这些纸张 这些机密 要带出去的话 他会有一个金属的探测门 叮叮叮叮叮叮叮 就开始警报大响 马上就把这个员工 有时候嫌疑 立刻就抓起来 好 我们要告诉观众朋友的是 台积电的竞争力 就来自于他的专利 跟他的技术领先 而专利技术领先 当然就要保密防跌了 绝对不能外泄 所以在今天媒体有谈到 台积电现在又用了新的绝招 来防止他的机密外泄 就是用了金属纸张 所以我们在今天 特别邀请到 陈仙来到节目现场 你们公司是做金属纸张的 对不对 是的 我们可不可以看一下 我们真的很好奇 什么是金属纸张 它跟一般纸一样吗 外表看得出来不一样吗 外表我没有办法看出来 好 来 那你给我一张 这两张 这两张 官也不知道哪一张是金属纸张 哪一张是一般的纸 但是这两张 一张从外观 观众朋友你看得出来有什么不同吗 快起来 港款港款 但它有什么 它有什么不同的特征呢 就是一般的 金属纸在金属探测器下 它会引发警报 那一般的纸 它不会引发任何的警报 好 那等一下我们来测一下 但是据说 金属纸张比较不透光 是不是 是的 没错 它是改良到目前 应该是符合 比较大家的要求 因为它是早期的那种 像早期那种防盗门 用磁条的方式 所以它不透光 所以它不透光 那一般的纸就会透光 是的 各位观众朋友 你现在分不清楚 到底哪一张是 基础纸张哪一张是一般的纸 但是我们一照光就看得出来了 我们请大全帮忙好不好 好 我们先来看这一张 这个很明显很透 很清楚 一般的 这应该就是一般的 那我们来照一下这一张纸 看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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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就是金属纸 对不对 金属纸 可是摸起来 看起来的感觉其实是一样的 那你刚刚说用金属探测器 它会有不同的反应 对不对 好 来 是的 我们在一般用金属探测器的话 我们大概是这样子靠近这个 靠近这个 靠近这个纸 就会有那个金属的反应 好大根喔 对对对 这马上被逮了 好 这样的反应 所以如果有员工 要把公司的机密文件带出去 马上就比比较矩了 那我们来测一般的纸 好 来 一般的纸 完全没有任何的反应 所以想偷偷夹带出去 很难 好 并不容易 但是如果它小小的 也会感测得到吗 是的 我们把它试到大概像 比名片还要再小 好 这么小 假设它这么小一张带出去 会不会感测得到 我们来试试看 同样 同样 大声 里面有金属粉 那阿官问一件 问一个问题 我在想 虽然事情不是 想像我们五人 想像你很简单 但是如果真的有一个员工 他想把它偷偷带出去 他当然不会傻乎 拿在手上带出去 像他五 对 所以他一定会想方设法 对啊 所以 藏在嘴巴 藏在嘴巴 藏在嘴巴怎么藏 用塑胶袋包起来藏在 藏在嘴巴 那我可不可以试试看 如果藏在嘴巴 我来试好了 我来做那个坏语的工 藏在旁边 藏在嘴巴裡 好 现在 这里面都是机密 这里面都是机密 阿官现在把这个纸 来 折小小的 凹着细奥 背奥 很细奥 很细奥 哪要把它放在嘴上 再放在嘴上 我们测测看 你嘴唇没有闭的 一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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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叫很大声啊 那么厉害啊 跟那个金属门一模一样的声音啊 哇 那不可以耶 蛤 又不行 今天说我给你收起来 淋湯收回去 这个我去嘴上 所以 那这种纸就可以 让很多科技大厂 预防机密外泄嘛 陈先生你做 这个很贵吗 这个比较贵吗 纸张当然是有一定的成本 因为它需要做一些 它跟一般的纸差价 大概差多少 价差大概是将近 50倍到100倍之间 50倍到100倍 那也太重耶 其实一张纸大概 我们是用0.2来算 所以它的成本 这些高科技厂商 为了保命房间 要差到50到100倍 差很多耶 现在台湾有很多高科技厂商 我们都用这个方法 在保命房间 目前使用的话 当然比较领先大厂 已经慢慢倒入了 那它的那个列表机 是长一样的吗 用一般的列表机也可以印吗 一般的列表机 加装一些特殊的套件 就可以列印了 它其实多一个感应器 不用买新的列表机 它就装一个感应器 它就可以列印了 是的 没错 是贵还是贵在那张纸 是 没有错 是这样子 好 所以 这是现在的高科技 现在大厂为了 保持它的技术领先 对 不让机密外流呢 还用了金属纸商 这个倒是让我们开了眼界 不过说到机密外流 大厂有机密 我们个人有机密 对 阿冠的电话号码 阿冠住在哪一趟是机密 包括阿冠户头多少钱 怎么能够告诉你呢 可是 来 竟然这两天 让大家 轻轻轻轻轻的新闻是 一 人力银行 竟然金爆卸了 二十万笔个资 对 而且 很多人透过这样的人力银行 去找工作 或者企业透过人力银行 去找员工 我们都会输入一些个资 这些个资外卸呢 而且这个个资还蛮完整的 同样都是在我们上个月看到 权序部的个资外卸的 同一个论坛叫RAID 突袭论坛里面 他这次又公布了说 对不起 上一次权序部公告的那个 大概有五十九万笔 公务人员个资里面包含了 军情局 调查局等等的人 不知道有没有这一次偷运 撕烟的那位国安局的人员 但是这一次 一一人力银行又被爆出来说 有二十万笔的个资 是同样贴在这个突袭论坛上面 论金论两卖 你愿意花钱的话 就可以买过来 但坦白讲 台湾的个资外卸 堪称亚洲第一 光是2016年的时候 不是只是人力银行 对不对 不只 多的是 你看这底下的新闻 全去不被偷对不对 这也是今年的新闻 没错 台北市卫生局有 298万笔个资被外泄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 那个卫生局的个资里面 可能有机关法的机密文件 这些骇客不是只有去卫生局 是 骇清了我国40个机构 对 因为我们这样讲 它的方法其实很特别 就是我只要找到一个破口 譬如说我进了卫生局 我就用卫生局的电脑当做跳板 去台北市其他的民政局 兵议处 所有的东西 甚至由这个地方再跳到 我们的其他拥有各自的国税局等等 因为卫生局是被视作官方的网站 跟官方的这个IP的时候 它变成安全了 于是用这个来跳到下一个 下一个 再下一个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你看到上面那一则新闻 是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更惨 整个国家都被盗了 500万人的个资 全国才700万人 然后它国税局被人家破解之后 500万人通通都是有在工作 有缴税这些人的个资 全部被偷光光 所以这样子的状况 产生的问题是 如果你今天个资被盗 你的生活很大一部分会被夹持 包含了你上Netflix看影片 然后人家说不好意思 这账户已经变成别人了 前一阵子我的Netflix帐号 也直接被夹持走 我还特别想办法去跟总公司联络才行 所以这些状况对台湾来讲 我们的个资外泄真的非常多 因为台湾一年要遭遇到 4000万次的攻击 包含了我们的政府 包含了民间单位 4000万次攻击 等于在整年度里面 每天无时无刻从早到晚 我们的政府机关 跟我们的民间的企业 都在受到攻击 好 这些骇客呢 拿到的这些个资是没成本 但是他们可以卖 刚学生谈到他们是趁机论两的卖 有价钱吗 有 这个是列出来的 Facebook曾经有一次被攻击 被盗走6000万个账号的密码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个资被盗了之后呢 到底这些消小把你的个资卖掉 可以卖多少钱 而且价格还不太一样 第一个Facebook 因为里面包含你的朋友 包含了一些相关的资料 所以价格没有最低 那它的价格在新台幣120元 120块 Gmail可以卖100块 Gmail是最便宜的 大概2.5英镑 100块而已 就一个Gmail 但不要小看Gmail 过去曾经发生过 广达的上亿美金的货款被偷走 就是跟Gmail被取得非常类似的账号 而且跟对方进行联络 广达 你刚刚说广达上亿美金被盗走 是 因为这个 上亿美金那是 1亿美金那等于是新台幣30亿 30亿 而且整个执行者花了一整年的时间 慢慢跟对方联络 你知道那个中间 他那是怎么样被盗走 第一个 先用社交工程 社交工程什么意思 我假装是广达 然后我跟他底下的厂商 寄200封信里面 只有三封真的是广达寄来 其他都是我在塞浦路斯的那一个 人因工程的骇客 就是跟你聊天 我就跟你聊天 然后让你以为说我是广达的人 在整个流程当中把你骗到之后 一年之后我就说对不起时间到了 麻烦你把亏欠我的服务费货款全部结清 而且不是汇到亚洲的广达 是汇到我在塞浦路斯建立的广达新帐号 请你汇过来 所以他取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名字 在塞浦路斯有另外一个广达 但不是我们台湾那个广达 然后聊了一整年之后把对方骗到信以为真 一旦下手就整个一亿美金的货款 全部结清之后都提走 连银行也被骗 连跨国的检验 这些公司也都被骗 所以全部要拿走 要不是他的技术最后有一个问题是 他线上汇款转出去的费用不高 因为一亿美金太多了 所以最后他到银行零贵提款的时候被抓 所以广达那个一亿美金到底有没有损失 有 基本上有追回来大部分 但是有很大一部分就找不到了 他到处全世界转账之后 没有办法全部都回来 所以我们给观众朋友看一下广达的K线 在框里看一下那个K线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还好好里加载没有被骗走 不是广达的K线就不会这么漂亮 因为广达的K线最近蔡总经常在 很早就带我们观察了 他是底部持续的往上定高 现在来到622了对不对 所以目前看起来蔡总 现在看起来还会往上动吗 对啊 因为最近的这个 他的四五七回来台湾投资 据说他那个生产线是让HP给全包了 对不对 回到林口 所以你看这个股价目前还是维持 还是强势的格局 但外资在卖了呀 没关系吗 我觉得影响不大 因为外资很可能是前阵子 他的成本比较低 现在做了一些调解 做了一些调解 好 我们回来讲各自外资 是广达 因为广达股价没有低 原因是因为 是他的下游厂商钱被骗走 不是广达的钱 你讲清楚吗 还有没有好紧张 那个骇客是假装是广达的员工 把那个钱骗走 所以如果真要倒霉 是下游厂商会倒霉 广达本身没有损失 那我们再回来讲 你看到这些个资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个资的价钱 包含了Instagram 其实Instagram价格比较贵 为什么 192块 因为年轻世代 比较多人用Instagram 所以他如果想要骗这些 比较没有经验的年轻人 要用Instagram 更重要的是Uber Uber 因为你可以用他的账号 跟里面的信用卡 直接搭车 所以很多时候 Uber 卖了 你如果账号被倒的话 你会发现什么在印度 或是在什么北非 你怎么常常在做Uber 你自己都不知道 不是 不是 就真有这个状态 你运气好 没有被人家倒 所以还OK 那信用卡当然更贵 92.6英镑是因为 你在几次之内 几乎都可以快速的刷卡 而且如果 你把刷卡的额度限制很小的话 不会触发警报的话 可以长时间慢慢细水长流的 偷人家的钱 所以如果你没有仔细看账单 有可能呢 不知不觉被倒刷 你不知道 因为现在很多东西都越费 网银账户卖得更贵 好 网银账户 网银账户多半在线上设 一个账户可以卖到8000多 因为他多半在线上 可以设座直接转账 所以他不管是当做车手 或者是真正拿来暂存 我们刚刚讲 从广达的客户偷来钱 在这里暂存之后 马上就汇出去 都很值钱 所以他价格最贵 好 除了广达的下游 他的包商被害之外 1亿美金的损失 还好后利家仔有追回来之外 对 远东银行也发生过类似的事 远银 远银最惨的是 他是被北韩的骇客 叫APT38 他们是用系统很老旧的一个潜力 你知道有些银行的所有的金流 跟他的保密系统用 因为他们都不愿意换 都用最安全 然后但是很旧的东西 被北韩的骇客找到一个漏洞 直接就偷走 还是假日 倒转了6千万美金到孟加拉 然后幸好那个时候远银有人值班 发现说 怎么会假日转了6千万美金走 赶快通知国际的转账单位说等等 这个没有授权暂时停止 才把大部分的资金找回来 所以APT38 他在全世界各地都有下手利用的 就是转账系统跟保全系统里面的漏洞 那远银那一次没有被完整的倒走 堪称是不信中的大型 不信用大型的远东银行 我们也来看一下他的K线 我们来看一下他最近的国家表现如何 远东银行的K线呢 其实也表现不错 他在月线和季线之上 形成一个强势震荡整理格局 那么最近才刚创过波段新高12块7毛钱 表现也表现得不错 好 请介绍到带您的关系的是房地产 好 房地产到底现在的行情 是不是出现了豪宅 以及小套房双头大崩落的情况呢 好 过去 我们现在讲豪宅好了 因为M型的两端竟然同步下挫 同步崩落 这是让人担心的 那过去余美人住的那一栋 美人姐已经卖掉了对不对 在今天传出那一栋楼的屋主竟然陪售 陪售差多少呢 来 陪售差了 1950万 对 都是景气惹的货 景气好的时候 80瓶不够 120 120不够 150 200 250 很多那种大瓶数不高 我没有说住好的人是250 我当然有点这个意思 好 问题景气不好的时候怎么办 打回原型 打回原型的时候你就看到 其实美人姐和乃哥 他们之前买的那个房子 其实是 那是在内湖五旗 五旗 那是内湖五旗 那是五旗 很 算前三名的豪宅 我们之前去看过 真的非常漂亮 好 问题是差一年 差一年差很多 差一年 他们两个是在2017年的6月份卖的 那这个是2018年的年底 差不多 差了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卖的 我们来看一下 余美人和乃哥已经卖了 对 那每人姐 每人姐赚了5748万 乃哥赚了2212万 但他的邻居就惨了 他的邻居11楼的住户屋主 根据实价登陆市 产赔了1950万 13楼的住户小赔154万 那差在哪里呢 差就在卖的时机 我刚看的是美人姐和乃哥的房子 一方面是他们卖得早 应该是说比这个11楼和6楼的住户 卖得早 另一方面是他们买的车本 也相对比较跌碎赚钱了 那这两户就惨了 除了美人姐和乃哥的房子之外 最近传出豪宅一片哀嚎 在士林有个案子叫做圆山一号院 那个在士林夜市门口 当时推出来也是 叮叮叮叮 圆山一号院 圆山一号院 那我们其实都去看过 其实感觉上也不错 但问题 那一个最新成交价 跌了2600多万 圆山一号院是这一间吗 对 在士林夜市口 这边就是士林夜市 这个地方是士林夜市 这边就是士林夜市 这个就在这个路口 其实我们旁边可以 很气派 很气派 所以你在那个建坛站 老远就会看到 其实很漂亮 我们也很气派 但是 最新成交价 大概跌了2600多万 大概多少呢 打七折 跌了2600多万 对 跌掉了三成 跌掉三成打七折 其实话说回来了 我觉得卖的人也是个英雄 接手的人也是个英雄 怎么说呢 他便宜接手怎么叫英雄 所以你要讲 重点是 你这个时候会接 其实都是财经的专家 你想 赚了卖不卖 赔了断不断 很重要的观念 对不对 所以你说 是不是代表所谓的 另外接手的人 已经认为说到底了 可以接了 这是不同的信息 这个是你要告诉我们的答案 不同的讯息 不过我们刚刚看完了豪宅之外 我们要来看小套房 对 房地产M型的两端都崩落 我们来看寒冬套房 寒冬有44% 超过一年卖不掉 小套房一年卖不掉 小套房是低总价的产品 竟然要隔一年都卖不掉 这是很惨的 一个小套房 也许就是 景气不好 就从25平 20平 18平 12平 搞乱小套房 我要讲小套房真的 我们今天良心讲 真的观众朋友 不要学院碰 因为什么不好贷 不好住不好卖 不好贷 不好住不好卖 贷款不好贷 是 住就不要讲了 平衡一拨 那不好卖 现在就看得到不好卖 事实上这个东西 代表什么样的意义 就代表说 其实 也是景气产品 对不对 景气产品 所以你看哪些地方 比如像信义区 松山区 两区 滞销套房很多 很正常 滞销套房占比超过六成 所以很多案子 其实不对 那种六米巷盖个二十户 基地只有八十平 我请问您那房子公设比又高 又没有特色 你卖给谁 买来干嘛 好 但说了半天 到底哪一个市场好 据说现在比较好的市场 是两房三房的产品 对 两房三房产品 我们就回来想一个 阿关你应该很清楚 全台北市最稳的 两个住宅区 天母和民生社区 对吧 是 而且是稳了几十年的 对不对 我们就讲说 这种房子 它大概没有超过什么 七十平以上 所以我跟你讲 观众朋友很重要 主流的产品 就是在六十五平以内 那小套房我刚刚讲的 这种八平五平的 就是算了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两房和三房 有一个统计数字 对 其实两房和三房的 两房三房 比较好卖 目前是相对比较好卖的 比较好卖 因为套房有44% 卖不掉 好 我们来看四房以上 就是比较大平数的 可能也很辛苦 也有将近四重卖不掉 也很辛苦 那市场相对比较好的 就是两房和三房的产品 是比较好脱手的 对 比较好脱手就代表市场比较热 讲一下平数 两房的话 25平 所以不要小过25 大不要大过65 25到65 是现在最热的 这个区间主流的 主流的 主流的 所以我们看到天母也好 明天社区也好 大部分换房 大概就在维持在这个地方 新房子大概3500到4000万 我们讲天母还明天社区 是主流的 对 主流的 然后如果小平数的话 比如说像内湖 我们刚刚讲内湖 内湖大概1500万 就含个车位 OK的 OK的 天母很 比较好脱手的 对 内湖很贵 矽子 矽子1000万 加一个车位1200 OK的 好 这是目前 比较好脱手的房价 所以现在要留意是 房价的寒冬还没有 也不能讲说寒冬 但是就是说 这种是错误的产品 它卖不好就要正常了 我们还是回着 不要跟着景气走 我们回归基本面思考 那我们还是回头来讲 很多小资族 就会想说我财力也不够 我就买套房 套房里头有哪些陷阱要留意 刚刚讲嘛 贷款是个重点 总价太低也不行 总价太低也不行 来 赶快给你看 观众朋友我们看一下 为什么总价太低不行 158万不是单价 总价 周杰伦豪宅旁边有个独栋套房 只卖158万很诱人 很棒对不对 没有土地权壮 没有建物权壮 是麒麟帝 又是违建 你要帮我买 买来干嘛 不是 违建能卖吗 违建可以卖 可以卖 顶楼加盖的 违建不是也在卖 只是说这个打150万 他特别有讲得很清楚 他说只能够现金买 只能够现金买 他说我有都更题材 搞清楚 没有土地权壮 没有建物权壮 你都更之后 你要跟他分什么 你凭什么跟人家更 对 你要跟什么 好 所以不要 分国为鉴 不要只看到158万 所以就约了 你要看看很多的小套房 有些是只有使用权 对不对 他没有所有权 对 所以这个要看清楚 不是说看了150 周杰伦想太多好不好 周杰伦 你也不见头看到这个 你也看不到他 好 所以第一个大家注意 有没有事